在關心今天的天氣變化之前 要先來聊聊 大家常常都說 如果看到流星就要趕快許願 那今天白天有空的時候呢 可以先把你的願望給想好喔 因為今天晚上 如果有機會看到流星啊 你的願望就可以 立刻派上用場了 要來告訴大家 這是在今年第一場的 中型流星雨 天晴座流星雨要登場了 雖然說不屬於每年的三大流星雨 但是呢 天晴座流星雨 可是已知最古老的流星雨之一 這天象紀錄呢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 而其實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呢 就是觀賞時機 天文館更預估說呢 在今夜就會達到極大旗 而天晴座流星雨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大部分都是很明亮的流星 而且出現火流星的機率也很高喔 但火流星不是代表說這流星著火啦 是說它的亮度是高於行星的 所以在夜空當中 就會看起來很明顯 好處就是你不用望遠鏡 只要這天氣不錯的話 你抬頭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幾個關心小沛寶呢 也要提供給大家 時間點上要注意了 預估呢 其實在今天晚上的九點之後 數量是會逐漸增加的 而且在曙光出現之前 就會達到最高峰 只是因為也接近滿月喔 所以月光就是光害的一種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看流星雨的話呢 要避開月亮的方向 而最好的觀賞方式呢 就是直接躺下來啊 面朝天空 地點的話呢 當然是要找光害不高的地方了 只是氣象數也預估啊 因為封面接近喔 台灣附近的雲量是會增多的 以機率來說的話 南部是大於北部 而平地又大於山區 而每年呢 天晴座流星雨一般平均下來 是每個小時都會有20顆以內 但過去呢也曾經有紀錄喔 是每小時出現了百顆以上的盛況 在今天晚上 大家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了 但是想要看流星 除了碰碰運氣 當然也是要老天爺啊 給大家一個機會吧 尤其是在今天中午之後 台灣是要變天了 馬上到過衛星雲圖 要來告訴大家 隨著封面呢 是接近台灣的北部海面 水氣增加就更潮濕了 這天氣也變得不太穩定 不只北部東半部地區呢 是會開始下雨的 就連中南部 還有東南部地區 雲量也會變多 而馬上就要來看看 定量暫雨的部分了 其在今天呢 位在封面附近的金門馬祖 澎湖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的 短暫陣雨或是雷雨發生 而北部還有東北部 再來就是東半部地區 則是不定時 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其他地區呢 則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到了中午過後呢 其實封面是更加靠近的 再加上熱力作用 所以其實中部以北 還有各地山區呢 都容易會出現 局部短暫雷陣雨 部分地區 可能是會有局部較大雨式的 而今天只是剛開始要變天哦 其實在明天啊 封面報導 各地天氣都會更加不穩定 降雨的區域呢 也會是明顯增加的 而禮拜四呢 又會有第二波的封面來影響 整體來說 這個禮拜真的都很不穩定 尤其是當對流發展旺盛的時候 就容易會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伴隨雷擊強震風 所以提醒大家 真的要留意外頭的天氣變化了 也要來關心一下 目前的室外溫度 可以看到呢 目前北台灣大概是24 25度左右 而另外在南台灣的部分呢 台南高雄都已經超過27度了 目前花蓮來到了26.4度 而在台東的部分 一樣也是26.4度 其在今天 北部東半部地區的高溫 是29到32度之間 而在中南部呢 則可以來到34度以上 要特別提醒 包括了台南 高雄 屏東 台東地區要來注意 可能會有局部 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 而氣象鼠也特別提醒哦 受到了西南風影響 其實東南部地區 可能也會吹起焚風 外頭的高溫炎熱 還是要注意 你外出要做好防曬 多多補充水分了 所以氣象小叮嚀 就要來提醒大家 因為水氣多 濕度高 體感上可能就更加悶熱 而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呢 整體來說 真的是不太穩定 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短延時搶降雨了